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要素 还有每一个要素应该如何去进行计算 以及如何去进行评价和分析来进行 所以整个第二章其实都是在讲会计问题 那也正因为是讲会计问题 所以对大家来说就会觉得特别的难 因为会计是我们生活当中利用的非常少的 即使我们平常会用到 但是你也会觉得我们会计里面真实的东西 跟我们平常的感知总会有一点点偏差 而这种偏差反而会引起我们很多的误解 所以财务会计这一章应该说它整体的难度 就是知识本身的陌生程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学懂了 那么其实你会发现从考试角度来说 它考得不深 都是比较表层次的 所以这一章重点是掌握概念 框架 和名词解释 掌握概念 框架和名词解释 它和第一章就不一样 第一章我们是理解 运用和计算 对吧 所以第一章呢 其实它的深度要深一点 但是第二章呢 就是它的广度要广一点 陌生度高一点 还有呢 但是它考得浅一点 对吧 偏概念的东西 好 所以这一章我们说 以概念为主 知识点比较琐碎 但是呢 往往都是教材的原文原话 所以考点相对也比较固定 难度实际上不太大 但是这里面呢 我要提醒各位注意 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我其实并不太多的 利用教材本身的一些原文原句 来去给你做分析 但是到了第二章呢 就不行了 第二章呢 我们一定要用教材的原文原话 为什么 这种感觉就特别像英文 对吧 我给你把这篇英文的文章翻译成中文 然后你会做题了 但是并不代表用英文的时候你就会做 对吧 也就是说 会计有会计 它本身的一些使用语言的习惯 还有一些专业术语 如果你对这些专业术语不了解 那么你肯定是没有办法读懂的 所以呢 我给大家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我就当了一个翻译 对吧 从教材的原文 那我帮你呢 做一个翻译 翻译完了以后 你能够理解到 这个内容 它背后的道理 理解之后呢 你还要能够读懂试卷的原文 道理懂了试卷的原文出来 你还要能够明白 对吧 它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 那么了解了这个东西以后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这几年 整个我们第二章 它的考试的分值分布 那第二章整体的分值分布呢 我们说 从财务会计基础 成本费用 还有收入 好 说完了第二章的特点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二章整体 它的分值分布 第二章啊 它其实分布比起第一章来说 是更加的均衡的 总共第二章的有八节 但是其中呢 有五节 每一节大概能够考到四分 而少的部分呢 剩下三节 大概一到两分 所以这一章呢 各位看到 整体的分值 一直徘徊在 二十三分到二十四分 缓慢上涨的过程 但基本上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一章呢 大概在二十四分左右 那二十四分 实际上呢 就是某些小节 它大概是四分 而剩下的一些小节呢 大概是一到两分 所以各位看到 哪些是四分的小节呢 像成本费用 收入 还有呢 财务报表 以及财务分析 筹资管理 这几个小节 是不是都是四分左右啊 像财务报表 以及财务分析呢 在二零二零年 在二零二零年 考了五分 但是实际上 在我们的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以及二零一六年 都是在四分 甚至在 有的时候是两分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这四五节啊 成本费用 收入 还有呢 是报表 以及财务分析 那这几节 再加上筹资管理 这五节 几乎都是在四分左右 剩下还有三节呢 一分到两分 但是 各位要注意 有人说 你看 财务会计基础 只有一分 那既然只有一分 我就少花点时间呗 对不对 能学 你学一点 不能学就算了 是不是可以跳过 那我们说 这一节啊 你是不能够跳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的会计学习 你是并不了解的 对吧 你不知道会计是什么东西 各位都是干工程的 并不知道会计这个学科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我们要通过 财务会计基础的这个学习 来去掌握会计的特点 那你说它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那后面的成本费用收入 当然很重要 利润所得税呢 就没那么重要了 这一节 你真的可以 哪怕跳过 关系都不大啊 然后到流动资产财务 管理 相对来说呢 重要程度也低一点 但流动资产财务管理 它好学 内容非常简单 所以你不要放弃 所以整个这工程 财务这八节啊 我基本上认为 利润所得税 你要是放弃呢 影响是不会太大的 但是别的小节呢 尽量各位都不要放弃 因为它是平均用力的 好 了解了这个以后啊 我们再说 这八节你可能记不住 但是我又要求你去建立一个框架 那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我们说你可以像第一章一样 把它分成四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在讲什么 依然还是对这个学科 我给你讲解基本的原理 所以我们要知道财务会计 它的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我们知道了基础知识 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要对公司的财务现状 去做分析啊 所以呢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去分析 分析完了以后 帮助我们去进行管理 但是你要去做财务分析 你总得对报表有所了解 对不对 所以在做财务分析之前呢 你要了解报表的内容 要能够读得懂报表的数据 但是报表的数据又包括些什么呢 实际上报表的数据就包括像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 费用和利润 对吧 这些数据 而这些数据 我们就在核心指标里面 帮助大家去做分析 成本 收入 和利润 分别有三节 对不对 所以基本就是这个逻辑 第一节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知识 第二节呢 二三四节呢 告诉大家核心的三大类的财务会计要素 第三节 第五 第五节和六 第六节呢 就给大家去把这些要素组合成表格 并且教会你进行分析 最后两节呢 我们就进行财务会计的具体管理上运用的这么一个分享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四大板块 大家理解了 好 各位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第一节 关于财务会计的基础知识 这一节呢 虽然考试的分值不是很高 但是呢 它却非常的重要啊 重要就重要在哪啊 就重要在它是一个基础 你必须要把这部分理解了 你才能够真正的 对后面我们讲到的会计的问题呢 有所掌握 那这一部分呢分为四个考点 第一个是关于财务会计的职能 那这一点呢 考的比较少啊 我们只需要做一些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是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 我们要知道会计要素是如何计量的 它的计量的属性和要求是什么样的 那当然我现在这么说 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 之后我们再给大家解释 第三呢 就是会计要素的基本假设 以及会计核算的基础 这两点呢 都是考的相对比较多的 最后一个呢 是会计要素的组成 以及会计等式 这都是有可能考到 而且呢 后面跟我们的其他知识点关系 比较紧密的 主要有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会用到我们 后续的知识点当中 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问题啊 小问题了解一下 会计的财务会计它的内涵大概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说财务会计这件事情啊 它跟我们前面第一章非常不同 有几个点不一样 第一个呢 就是第一章啊 我们是从现金流的角度 而且是什么的现金流呢 是未来的现金流 要做什么呢 要做预判 我是对未来的现金流去做出预判 我并不是对未过去的事情去做出评价 我是对未来的现金流去做出预判 所以我们画出来的现金流案图都是说 今天投资五百万 然后呢 过每以后每年能够拿回来多少 对吧 这是在做预判 但是财务会计就不一样 财务会计是对过去去进行分析 而且呢 分析的不仅仅是现金流 所以过去也就是说已发生的东西 那么已发生的东西 体现在哪呢 体现在各种财务信息和财务状况 比如说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 对吧 有现金流 但是并不局限于现金流 所以是反映主要的过去的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的 而且呢 我们的会计里面又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两个两类会计模式 那什么叫财务会计 什么又叫做管理会计呢 其实简单的说呀 财务会计就是咱们单位里面那些财务人员 他们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记章 还有呢 报章 对吧 所以你们在单位里面碰到的王会计 李会计 张会计 那他们基本上都是学财会出身的 所以他们是财务会计人员 所以他管的是什么 就像医院里面的护士 相对来说呢 他做的是比较会计里面 比较基础的一些工作 最基本的信息 他要去录入进来 然后呢 要做基本的处理 而管理会计人员呢 他就是拿着财务会计人员 给到的这些数据和信息 比方说就像医生 拿到了护士 给到的一些检验报告 那么他要干嘛 护士会不会给你解读这些检查报告 他是不会的 对不对 医生拿着这些检查报告 他要去解读 这些报告 分析财务数据 然后呢 是不是对企业的管理 给出一些评价 提出一些建议 所以他干的 是不是医生的活啊 对吧 所以大家理解 就这些文字 你不用去记 你只要知道 有个财务会计 有个管理会计 财务会计人员是护士 管理会计人员是医生 对吧 护士拿的工资呢 相对低一点 医生拿的工资呢 相对高一点 像我们每一个企业 特别是上市公司 会有CFO的这些角色 CFO其实呢 就是公司里面的管理会计人员 他们的收入往往是很高的 上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甚至更多 但是呢 财务会计人员 他们的收入就相对比较低 对吧 可能几万块到十几万 二十万三十万 但是实际上超过五十万的 并不会很多 所以我们说财务会计做的基础工作 管理会计呢 做的整理 分析 总结 找问题的工作 对吧 现然医生呢 会更值钱一点 好 大概了解了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把这些文字呢 稍微给大家过一下 这些文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第一 会计的对象是谁 会计的对象 当然是企业里面 过往的经济活动 对不对 不管是交易 发工资 投资 融资 全部都是经营活动 我要去做记录 做分析 做计算 第二 财务会计 是提供财务信息的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你记账报账 是不是就给管理会计 提供了基础的数据啊 对吧 给到了检验的报告 然后主要的 会计的利害关系人 是为外部利害关系人服务 有些人就搞不明白了 会计报表 不应该是给老板看的吗 为什么是为外部的利害关系人服务 各位想想 财务会计报告 你做出来 其实你要给谁看呢 你要给股东看 你要给债主看 对吧 你还要给到监管部门看 你还要给到税务机关看 这些都是你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都是外部的 那你说给自己老板看 我压根不用做财务会计分析 我就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老板是不是大概也知道 这个月业绩增长多少 这个月成本消耗多少 我不用那么的深入 不用那么的仔细 对不对 但是就是因为要给外部人看 要给管理部门看 要给投资人看 所以呢 我们不能出错 并且每一个人对这些数据的理解都有不同 所以我们都要采取同样的标准 有了同样的标准 你拿出数据 大家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所以主要是为外部利害关系人提供服务 然后第四 有统一的规则和方法 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我们一定要在统一的规则下 否则的话 外部人看到这些数据是看不懂的 第五 是以货币作为主要的计量尺度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我们分析什么 我们不就是在分析货币吗 然后最后一个 财务会计包括确认 计量和报告 这三个环节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说的是财务会计的工作 是不是就是咱护士要干的呀 最后护士把报告给到管理会计人员 给到医生 是不是就完事了呀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所以他首先需要确认这些数据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么多要报销 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收入 还有呢 要去做正确的计量 对吧 要做正确的加总求和 加减计算 最后呢 要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这样财务会计人员的工作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整个这一章啊 实际上它也删照这个逻辑来的 从第一节 基本上到财务报表 也就是我们的第五节 这五节的内容 算财务会计的内容 一到五节 然后呢 六七八这三节呢 算是管理会计的内容 所以内容有所不同 好 说完了企业会计 它的基本内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企业资金 它运动的表现形式 企业资金运动的表现形式呢 首先我们说资金 是外部流进来 对不对 不管我是借钱 还是别人给到我的销售收入 还是我获得了股东的投资 那都是从外部进入到我的企业 那资金进入到企业以后 在我们企业内部 是不是会发生周转呢 因为没有这个周转环节 我们第一章学了 资金只有进入到生产周转环节 是不是才能够产生时间价值 才能产生收益啊 对吧 所以资金呢 进入到储备资金 储备资金再转换成生产资金 生产资金呢 再转换成成品 成品呢 再给到新的货币资金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周转环节 周转环节之后 那么资金就会退出企业 退出企业的方式呢 我要么还给借款人 要么呢 就是给股东分红 对吧 分派利润再退出 所以资金从进入到周转到退出 跟我们吃东西再到往外走 是一样的 对吧 好 了解了我们的资金的状况以后 这些都做简单了解 然后我们再来说会计要素的组成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啊 会计的基本职能 会计其实有两个基本职能 一个叫核算 一个呢 叫监督 什么叫做核算 其实我们整个在会计的这一章啊 我们学到的最多的内容 就是会计的核算 为什么呢 哪些叫核算 比如说 我今天呢 打车了 打车花了八十块钱 那这八十块钱 叫不叫做 我的生产成本 还是说我把它放到管理费用 我到底放上面还是放下面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就要把这钱一定得放一个位置 因为放到生产成本和放到管理费用 对我整个的这个不同节奏的利润 是有影响的 对不对 因为生产成本影响毛利率 影响毛利润 而管理费用呢 影响的是我们后期的利润总额 稀税前利润 所以这八十块钱的车票 到底放在哪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过程 叫成本核算 这个过程 就叫成本核算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 成本核算 我并不是需要大家去记忆教材的原文 我只要告诉你 就我们后面学成本收入 大量的内容 我们都在学核算 这是关于成本费用的核算 那我们再说收入 比如说我这个月呢 收了一百万的资金 那么这一百万 我能不能够记入营业收入 能不能够记入到营业收入 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也影响我们的核算呢 对吧 如果你记到营业收入 或者呢 你记到营业外收入 这对我来说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就叫做收入的核算 甚至有的时候呢 你收了钱 但是咱不能够把它记作收入 所以这些都叫做收入的核算 所以这个过程就叫核算 所以我经常说你买来的东西 要把这些东西放到衣柜里面 买来的衣服 要在衣柜里面分门别类的放 把书呢 要在书柜里面分门别类的 放到不同的位置 这些过程就叫核算 那核算完了以后 我是不是得检查呀 第一 这八十对不对 你别打车只花了五十 结果你跟我说是八十 对吧 这一百万对不对 你别你实际只收了三十万 结果呢 你就给我报一百万 这个过程就叫做监督 对吧 你别报的有问题 这个是一种监督 还有呢 我们这八十 往这个地方还是往这个地方 我填的对不对 是不是真实反映了它的情况 这也叫监督 所以先有核算 再有监督 对吧 这是关于核算和监督的问题 大家理解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会计要素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会计要素呢 你想想 我们说学习会计的目的 是为了进行财务分析 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做财务分析 我们要拿着什么呢 企业的会计报表 而企业的会计报表 我们说又有什么内容呢 是不是就是各种会计要素啊 对吧 就是各种会计要素 所以我们其实最终呢 我们要去分析 报表里面的各种要素 而这些内容 他不一定说在这一节 就去深入的考 但是整个我们这一章 应该说都逃不过他 就好像我们在学单词之前 我们要学ABC 没有ABC 你学单词有意义吗 是不是没有意义啊 你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 所以这三个东西 这六个东西 相当于是我们的ABC 那你一定要学好了 对它的概念呢 一定要特别的熟悉 首先我们说 我们的会计要素呢 包括资产 负债 所有的权益 收入 费用和利润 这六项会计要素 那先来看第一项 资产 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 它们是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说 咱们家呢 有一套房子 那么房子 我给它 取个名字 或者说 给它做一个定性 叫做我们能够控制和使用的资源 房子是我们能够控制和使用的资源 各位 我说的是控制和使用 我没有说什么呀 我没有说房子是我完全归我所有 对吧 我没有说归我所有 只是归我使用 那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很简单 因为房子 是不是完全归你所有啊 有可能完全归你所有 但是 也有可能不是 比如说 房子值一百万 但是我负债 我银行贷款八十万 还有呢 剩下二十万 是我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房子能叫全部归你所有吗 不叫 而为什么这个房子又叫做我的资产呢 因为你能够控制它 你能够使用它 只要在你能够按时按点的准 准确的把这个房贷交付给银行 是不是这房子银行就不会管你啊 你怎么住 你是租出去还是卖掉 银行都不会管你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资产是我能够去控制和使用的资源 而这些资源呢 你能够控制和使用的资源 其实来自于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 来自于你的债主 债主把钱借给你 所以你拥有了这些资源 还有一部分呢 来自于你自己或者其他的股东 因为股东 所以呢 你拥有了这些资源 所以我们说 这是我们的关系 这个大家要理解 好 所以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这三者的关系 各位是不是搞明白了 所以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对吧 所以资产呢 是总体 负债是一部分 所有者权益 是另外一部分 大家想明白了啊 这个关系要清楚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会计等式 好 那有些不太学习会计的人呢 就经常说一句话 说啊 你看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好厉害 资产特别多 资产特别庞大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说不完全准确 为什么 因为资产特别庞大 只是代表 它的总量很庞大 但你不要忘了 它的总量庞大 没准是它的负债多 对不对 你想要成为千万富翁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找银行借一千万 或者找七大姑八大姨 凑一千万给你 那从资产的角度来说 你是不是就拥有了一千万啊 所以你要行变成千万资产的人 一点都不难 因为这千万资产就有可能是千万负债 对吧 所以千万负债叫不叫千万资产 完全叫千万资产 对吧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不要认为资产就是我所拥有的 资产只不过是我能够控制和使用的而已 好 那我们还要说一个问题 就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呢 我们把它们三个呀 称为叫做静态要素 怎么叫静态要素呢 我们有一个说法来去给它做解释 叫做某一时点 的财务状况 怎么叫做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 大家要想啊 资产 比如说你们家的房子 你们家的车子 你们家的票子 对吧 这些都叫资产 那么这些资产 如果你要去盘点的话 你一定会说一句话 说一句什么话呢 等到就是今天中午十二点 这个时间点呢 一分钱不要进 一分钱不要出 把门锁上 我要进去看看你们家 现在有多少东西 对吧 家具 电器 房子 现金 股票 我要去看一看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动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叫做某一时点 因为我是对存量去做盘点 我必须要静止不动的 在这个十点去看 否则一动 是不是就又有资金流进来了 那我还能说 就这么多资产吗 不能 所以财务报表告诉你 这个公司有十亿资产 但是十亿资产 他一定要告诉你 是2020年的12月31号 对不对 因为到1号 是不是又变了呀 也许变成了十亿零两千万 或者变成了九亿零八千万 是不是都是可以呀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它在不断的变动 当然我们一定要固定一个时间 这个就叫做某一时点 而且因为它是考察的是 负债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的关系 也就是说说白了 是我这个钱里面 有多少是别人给我的借的 有多少呢 是真正我所拥有的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财务状况 所以我们总结起来呢 因为它是某一时点是不动的 因此把它叫做静态要素 所以考试就考这三个点啊 就是除了考刚才的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关系 就考这三个点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是静止不动 所以是某一时点是静态要素 而且考察的是财务状况 而我们的收入费用和利润 收入费用和利润 这三个东西呢 我们说又不一样了 为什么 这三个东西叫做动态要素 什么叫做动态要素啊 动态要素其实就是因为 它在不断的变化 对不对 那在不断的变化呢 我又没有办法说某一时点的 我就说什么 某一阶段的 所以动态要素是某一时期的 或者某一时段的经营成果 这都是考试要考的 某一时期的经营成果 那怎么解释它是某一时期的经营成果 我们这么来想这个问题 那对于收入而言 收入 你是不是看的是月收入 年收入 天收入 对吧 你能说现在几分几秒 这中间 这一个时间点 12分 12点 零秒 零分零秒 这个时间点 我的收入是多少 是不是只能说没有收入啊 对吧 所以收入你不能这么讲 你一定要告诉我说 上一周我有多少收入 上个月我有多少收入 去年我有多少收入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某一时期 收入也好 费用也好 利润也好 都是如此 因为它是一种流量状态 对吧 它是一种流量状态 它一直在流 你就没有办法把它给截断了 好 那为什么又是经营成果呢 经营成果是因为 它是不是经营得来的结果呀 因为经营 所以我有多少收入 因为经营我有多少费用 因为经营我有多少利润 所以它是一个经营成果 上面是财务状况 那至于收入费用和利润的关系 是不是大家都比较明确 第一章我们也学习了 收入减掉费用才能得到利润 对吧 所以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当然 这个关系呢 有一点过于的简单 因为我们的利润 是不是还有好多利润呢 我们之前学过毛利润 我们学过息税减利润 我们也学过净利润 对吧 多种利润 当然我们整起来看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 这个会计六大要素 各位想明白了啊 我们说三个要素是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 三个要素是收入费用和利润 这个关系要清楚 谁是静态的 谁是动态的 想明白啊 你自己琢磨琢磨 房子叫什么资产 资产是什么 是要静止不动 来去盘点它到底值多少钱 那收入是什么 收入是一段时间流进来的 叫收入 所以它是某一时期的动态的要素 经营成果 好 所以我们这些地方就说了 静态要素和会计等是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是反映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 又称静态要素 然后它的构成呢 是资产减负债等于所有者权益 或者反过来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而静态要素构成的财务报表呢 又叫静态报表 比方说资产负债表 所有者权益表 所有者权益的变动表 这些呢 都是属于静态报表 好 而动态快据要素呢 收入费用和利润 对吧 反映的是某一时期 反映的是经营成果 所以称为动态要素 动态要素的关系是 收入减掉费用 当于利润 当然了 赚钱了叫利润 亏钱了呢 就叫亏损 那由动态要素组成的报表呢 叫动态报表 哪些是动态报表呢 典型的利润表 反映的是收入费用和利润 还有呢 是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反映的是现金流 既然是流 是不是也是一个流量的状态啊 对吧 所以这一点大家理解了就好 接下来呢 我们因为收入费用和利润 分别会在第二节 第三节和第四节 我们去详细的谈到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去谈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谈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谈的是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 就把这节的关系给大家去讲明白啊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不讲收入费用利润 好 那么既然收入费用和利润 我们可以在后面几节去学习 那咱们第一节呢 就把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啊 给大家解释解释 首先我们来看资产 资产我们刚才说了 是什么呀 是我所控制 能够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叫做资产 那么这些资源呢 有短期的资源 怎么叫短期 一年以内 可以变现 或者呢 是一个营业周期 可以变现 这叫做流动资产 什么叫变现 变现说白了 就是把这些资产呢 能够转换成现金 对吧 这就叫变现 变现越快 流动性就越强 变现越慢呢 流动性就越弱 所以你经常啊 看财经新闻的时候 你都看到说流动性紧缺 流动性紧缺什么意思啊 就是钱少了 对不对 我大量的 我所有的资金全部都盖楼了 我全部都在房子里面 我现在手上呢 没有现金 你们家就叫流动性紧缺 你是没钱吗 四五套房在那摆着 对吧 又有车又有房 但是就是没有现金 这叫流动性紧张 缺乏流动性 大家理解这意思 所以呢 为什么叫流动资产 就是短期内能变现 咱就叫流动资产 短期内变不了线呢 咱就叫非流动资产 好 这是第一 所以我们用一年来去作为 能不能够成为流动的 这么一个时间线 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一个营业周期以内 怎么叫一个营业周期 这个营业周期啊 它不只是一年的概念 就有些企业呢 可能正正好14个月 这一个营业环节结束 那你说你非得要给我卡个一年 对我来说很郁闷 而且呢 打乱了整个的会计节奏 所以我就认定 一个营业周期 叫一个阶段 行不行呢 完全可行 所以如果你认定是一个 大于一年 略大于一年的营业周期 可以变现的作为流动资产 也没问题 好 这就是流动资产 就是流动性很强 能够转换成现金 对吧 手上没钱 心里面还是发慌的 有再多的房子也不能吃 对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哪些资产 咱们能够快速变现 第一个呢 当然 货币资金是最好的流动资产 因为它就是货币 这里面包括了 咱们的纸币 现金 当然了 很快咱们就不仅仅是纸币 才是现金了 还有数字货币 也可以叫现金 对吧 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 不是比特币 现金 还有呢 是银行存款 银行的存款 我们依然可以叫做流动资产 当然了 有些同学可能这时候就有点不明白了 张老师 那你说一年能变现的叫流动资产 我要是五年期的定期存款 也叫流动资产吗 各位告诉你 也叫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五年期的定期存款 你依然可以很快的把它去变现 只不过就是取完了 人家就给活期利息 不给你定期利息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存款都叫流动资产 但有一类存款不叫 什么呢 被冻结的不叫 被冻结的不叫流动资产 为什么被冻结的不叫流动资产呢 比如说贾老板 贾跃亭贾老板 当年为什么会跑到美国去啊 他跑到美国去 其实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贾老板 他被冻结了13个亿的个人银行存款 那么这13个亿的个人银行存款被冻结了 贾老板还能够提出来用吗 就不能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想要一年以内变现 别说一年了 到现在都还没变现呢 对吧 所以这就叫做被冻结的银行存款属于非流动 所以这种特例 各位要知道 被冻结的银行存款属于非流动 第二个 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这一个也很重要 考试的时候比较重要 你不要看着这么多 我给你重点奖的 你就重点计 我没有给你重点奖的 你可以不用管它 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这个是重点计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金融资产 各位哪些东西属于我们的金融资产呢 显然股票 债券 对吧 或者是给别的企业做的股权性的投资 这些呢都叫做金融资产 那么金融资产 我们说有些金融资产呢 是买来就是为了卖的 比如说短期的股票 你买股票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过个一个月两个月 你就把它给卖掉啊 你并没有想着要去长期持有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既然交易性随时随地我都想卖掉的 而且买来就是为了卖的目的 不是为了长期持有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叫做流动资产 因此股票叫流动资产 大家听明白了啊 股票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拿来就为了卖 所以呢 它叫做流动资产 所以把道理听懂 即使第二章 我也不希望大家去死记音背 好 衍生金融资产 完全不用管 考试的时候是不考的 但是呢 我稍微提一下 哪些东西叫衍生金融资产呢 比如说 期权 期货 还有呢 互换协议 这些呢 都叫做衍生金融资产 它是在传统金融资产的基础之上 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法 然后呢 来形成了一些金融创新 这种叫衍生金融资产 所以衍生金融资产呢 它的流动性也很强 但是考试不考 还有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融资 这几项 我们总结两个字 叫什么呀 叫应收 这个很重要 只要我们学习会计 只要我们学习资产 那么你就必须要知道 应收应付 欲收 欲付 这四个概念 应收应付 欲收 欲付 这四个概念 需要我们去掌握 好 我们先说 什么叫做应收 应收是什么 应收就是应该收回来 那既然是应该收回来 别人欠你 还是你欠别人啊 是不是 别人 欠我 对吧 因为我要收回来 既然别人欠我 这些钱是属于我的 对我来说叫资产 还是叫负债啊 当然 它属于资产项 它属于资产项 而应付呢 是不是 我欠别人啊 因为 我本来该给别人的 但是我没有给我欠别人 所以这个叫什么项呢 叫负债项 所以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都属于资产 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都属于负债 好 预收 预收就容易错了 预收是什么呢 预收是本来不该收 但是提前收了 我提前把这个钱收回来了 提前收回来 各位想想啊 那这个钱该不该收啊 不该收 我收了 那别人要拿回去 能不能拿得回去 能 所以这个钱相当于暂存在我 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相当于别人暂时借给了我 所以预收相当于别人暂时借给了我 所以它是一种负债 因为不该收 但是我先收回来了 最典型的预收款是什么呀 比如说 我去美发店 办一张卡一千块 但是理发呢 我只理了一百块 剩下九百块 是不是理发店预收的 那理发店预收了 我如果回头搬家 我不在这边住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给退走啊 所以那九百块 是属于理发店欠我的负债 但是对理发店而言呢 属于预收款 而对于我而言呢 这笔钱就叫做预付款 对不对 所以预付款呢 是我提前交的 那我提前交给别人 相当于我提前借给别人 所以预付款呢 属于我自己的资产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个给分清楚啊 应收是属于资产 因为是别人欠我 应付属于负债 因为我欠别人 预收是属于提前收了 不该收提前收了 所以我欠别人 而预付呢 是不该付 但是我提前先付了 先付了 说明我别人欠我钱 对不对 我先给别人了 但是东西还没给我 所以叫预付 所以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 房地产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业主 会给到我们预付款 业主给到我们预付款 对业主叫预付 是他的资产 对我们施工单位呢 是属于我们的负债 对不对 我们叫预收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样的关系 所以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 都叫做应收属于流动资产 而预付款项 刚才我们说了 预付款项 是不是也叫流动的资产呢 对吧 也叫资产 好 还有其他的应收 都把它放到应收范围之内 当然了 也有一些人呢 问到我一个问题 说张老师啊 应收 你怎么就说 它是一个流动的呢 对吧 你说它是资产 我认同 它怎么就是流动的呢 我看到很多企业应收款 五年十年都没有收回来的 你怎么就说 它是流动的呢 一般来说呀 我们这些地方呢 应收款在一年以内就要收回 如果一年以内收不回 我们一般都会把应收款 转为呆账 或者是坏账 转为呆账或者坏账 这个时候就不再是普通的应收款了 普通的应收款呢 确确实实是可以 就是就是是属于一年以内要变现的 对吧 要拿回来钱的 但是呢 呆账坏账 你就可以拿不回来了 对吧 这一部分还能叫流动吗 就不叫了 所以钱还是那笔钱 但是呢 我更名了 对不对 我把它改了个名字 所以只要你看到应收 就说明它还在正常范围之内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存货 存货 存货是什么东西啊 存货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 就是什么原材料啊 半成品啊 成品啊 放到仓库里面的这些物资 对吧 仓库的物资叫存货 哎 存货也是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 有个朋友说 赵老师 你这也没给我少整多少东西啊 哎 对 我们其实重点掌握的在流动部分是比较多的 但是到了非流动部分呢 我就很多东西不需要你掌握了 所以 你为什么流动部分很重要 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能够去快速偿还债务的 真的就只有流动部分 如果你大量的资金全部都在房子 你要还别人的债 是不是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说流动资产有哪些 对考试而言更加的重要 好 存货是仓库里面的物资 你想想 原材料买来放仓库 放完了 陆陆续续是不是就搬空了 就开始用于生产 那仓库里面的半成品也会用于加工 还有仓库里面的成品呢 会用于销售 所以是不是陆陆续续的都会快速的从仓库里面再拿走啊 所以仓库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流动资产 好 合同资产就考试就不怎么考了 持有代售的资产不怎么考 一年期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 但是又是非流动资产 这个呢 是一种特例啊 就是属于名义上是非流动 但是马上就要到期了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长期的债券 我买了一个长期债券 这长期债券呢是五年期的 本来属于非流动 但是还有半年债券就要到期 他就该还我钱了 那对于我来说 依然是属于流动 所以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绕口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是性质上叫非流动 但是呢实质上它又快要到期了 所以本质上叫流动资产啊 有点绕口 还有其他的流动资产 所以考试重点考察的是什么 各位跟着我顺一遍 货币资金 还有呢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还有呢应收 还有预付 还有呢就是存货 这几个这五个东西是容易考到的 好流动资产 咱们终于说完了 那非流动资产呢 就没有流动资产那么重要了 但是这么一个不重要的东西呢 我们教材反而是老在那变来变去啊 就是原来呢 我们这地方有一个有一个东西啊 它叫做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但现在没有了 把它变成什么呢 债权投资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做投资 你看啊 我做投资 不管是股的还是债的 我们都是叫什么呀 都是叫长期资产 对吧 都是长期资产就够了 所以我们做投资 不管是股还是债 我们都是长期资产 好 然后呢 其他的长期应收款 既然都说了是长期了 当然是长期 然后非流动的金融资产 这都说的很明确 房地产 是不是长期的 固定资产 再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所谓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就是像什么种株 对吧 就是属于生产性生物资产 还有呢 像什么新探林 就是这个砍柴的那种林木 是不是一长都长十年啊 对吧 种株你不可能半年就把它给杀掉 一般都得五六年 因为一头种株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就是生产性的生物资产 还有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这是不是都是需要长期的时间来去培育 长期时间来去逐步开发的呀 那商誉是什么呢 商誉说白了 就是指的是 我本来值五百万的一个公司 结果呢 我花了八百万去买它 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 但是开玩笑啊 然而肯定能告诉你为什么 五百万的一个公司 你花了八百万去买它 为什么多花这三百万呢 告诉你 因为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美好的愿景 英文叫goodwill 英文叫goodwill 那么到了我们的中文呢 就叫做商誉 所以你明白商誉是什么 就说不清道不明 我白花了一笔冤枉钱 这一部分就叫商誉 所以商誉并不是说啊 它的品牌信誉叫商誉 不是这个概念啊 商誉指的就是它的美好愿景 就这些东西 好 还有长期贷摊费 地盐所得税的资产 等等 这些呢都是非流动 那整个这里面啊 你只要知道 投资属于非流动 然后房产呢 固定资产呢 这也属于非流动就够了啊 考非流动考的不多 考流动的考的多一点 好 说完了资产 咱们接下来呢 再来谈一谈负债 负债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流动负债 负债就是我欠别人钱 叫负债 对吧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理解为 负债是跟资产相对的 这种理解是不是大错特错呀 负债是跟什么相对呀 负债是跟所有者权益相对的 负债是跟所有者权益相对的 它不是跟资产相对的 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负债呢 也分为流动和非流动 那有人说 那流动资产 我知道是一年以内 我要去变现的 那流动负债呢 是一年以内要干嘛呢 一年以内可需要偿还的 一年内我要偿还的 我叫做流动负债 好 要一年内偿还 我借别人的钱三个月流动负债 六个月流动负债 所以一年内偿还 我们叫做流动负债 好 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看看哪些流动负债经常考呢 短期借款 跟别人借三月 对吧 这个叫流动负债 没有问题吧 对吧 我马上三个月就要偿还了 第二个 交易性的金融负债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刚才的这个债券 就是我们的像这个股票 我们是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但这个地方呢 是交易性的金融负债 我发这个负债 就是为了赶紧去变现 赶紧去转的 好 这个不用管 衍生金融负债 不用管 应付票据和应收款项 是不是刚才我们说了 应收叫资产 预收叫资产 应付叫负债 还有预付 预付呢 应付叫负债 预收呢 叫负债 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搞错了 应收和预付是一对 应付和预收是一对 他们的字是反过来的 应和预是反的 所以付和收呢 也是反的 付付就为正了 所以他们正好都叫负债 对吧 这个大家要理解 好 还有什么应付 职工薪酬 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 这些通通都把放到 应付和预收当中去 都把放到应付和预收当中去 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 好 然后持有代售的负债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这些我都不说 所以考试重点考的就是 预付 预收和应付 还有呢 短期的借款 这个指导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里面呢 我要提一个问题 各位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只要是应收 或者应付 或者预收 或者预付 除非是刚才这种 抱有长期两个字的 其他的单纯的讲 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是不是都放在了 流动部分呢 都放在了流动部分 对吧 好 这是一个虽然不严谨 但是完全可以利用的一个规则 就是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只要不是有长期两个字 那么我们可以把放到流动部分 放到流动部分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这样呢 有一个特例 谁是特例 我们说应付债券 它是一个特例 应付债券是个特例 为什么 因为应付 虽然应该是流动的 但是债券 我刚才有没有给大家提过 债券 发行的债券 它一般都是 大于一年 所以既然大于一年 还能叫流动吗 就不能叫了 它就是长期 那有人说 那我六个月的债券不行吗 如果是国家发行 六个月的 我们叫做国库券 你看 我也是券 但是就不是债券 对吧 如果是企业发行 那么三到六个月 我们可以叫做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 我写这些名字不需要你记 因为考试也不会考 我主要告诉你的是 它们都不叫债券 所以你只要一看到债券 这两个字 马上想到它是长期 就不会错了 对吧 债券是长期 所以应付债券 是一个非常喜欢考的东西 而剩余的 其他的内容 基本就不会考到 或者说就算考你 它问你 哪些属于流动负债 哪些属于非流动负债 那除了应付债券 你容易搞错 别的是不是各位看到 基本上就都还好 而且这些东西 考你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非常低 所以你就不用管了 因为会计的内容本身就很多 它教材呢 在这一部分 并没有向下延展 并没有向下延展 就意味着 它不会让你去 把这些概念掌握得特别的透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我们重点掌握哪些 流动资产要知道 货币资金 交易性账用资产 应收 预付 存货 这几个东西 这是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我们要掌握的是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 商誉 这些呢 是属于非流动的资产 然后呢 流动负债 我们要掌握的是 短期借款 然后应付票据 应付债券 应付工资 应交税金 以及预收 对吧 这些应付 预收的是属于流动负债 然后最后呢 非流动负债 就掌握一个应付债券 是属于非流动 所以需要你真正掌握的 考试 常考的 并没有那么多 各位稍安勿躁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 其实大家不如像资产负债 那么熟悉 对吧 总是显得特别陌生 甚至说起来都完全想不起来 什么地方用过所有者权益 那我们这么来去想 什么叫所有者权益 是不是就是这里的所有者 改名就叫股东 是不是你就熟了 对吧 股东你就知道了 那么权益呢 我们就代表真正拥有 或者叫占有 是股东占有的这一部分资金 我们就叫做所有者权益 那各位想想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它有哪些资金是完全归属于股东去占有的呢 不外乎两类 一类呢 就是股东投的钱 是股东投的钱 那股东投的钱 各位想想 股东自己投的钱 当然属于股东的 对吧 就华丛辉 他也属于股东的 只要还有的话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实收资本 为什么叫实收资本 因为对企业而言 股东投钱给我 我是收还是付啊 我当然是收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实收资本 好 那知道了股东投的钱 叫实收资本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类 其实呢 就是赚的钱 赚的钱 赚的钱啊 又有两种赚法 实际上我们自己 其实也是一样啊 一部分赚法是怎么赚的呢 一部分赚法 是我们通过 这个买股票 我们通过投资房子 对吧 总而言之 我们是通过资本 帮我们赚钱 股票 股票算我的资本 房子算我的资本 或者我再说的俗一点 不干活 赚的钱 那这一部分钱 我们也给它取个名字 我不能让它无名无姓 这一部分钱 咱们叫做资本攻击 所以这一部分钱 咱们叫资本攻击 而另外一部分呢 另外一部分就是干活赚来的 经营赚钱 老老实实 咱们做经营赚来的钱 那么经营赚来的钱 我们也给它取个名字 我就叫做利润 所以各位看到啊 经营赚来的钱 我们就把它放到利润里面 而这个利润呢 我们有多种分配方式 我第一步利润呢 一般会先提取公积金 为什么会先去提起公积金呢 因为我们的利润 我全部如果都分给股东的话 我明年想扩大生产 有钱没钱啊 我是不是就没钱了呀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钱 想办法让先留存一部分 对吧 我们把叫做留存收益 这一部分留存收益 就取个名叫盈余公积 你懂了啊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留存了这一部分的盈余公积之后 接下来我要干什么呢 就给股东分红 那分红的钱还在不在我所有者权益里面呢 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流出了 这一部分已经不在我公司了 已经给我的股东了 好 流出了一部分 那剩余的 是不是还没有分配的 那没有分配的 我们给他取个名 就叫做未分配利润 所以各位看 我们如果不去考虑 其他权益工具 综合 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专项储备 因为这几个呢 考试不怎么考 那我们只关注 我们所有者权益里面的核心指标 其实就是股东投的钱 叫实收资本 用资本赚来的钱 不管是我股票增值了 房子评估增值了 还是别人给我捐款了 还是我买的美元 美元升值了 这些呢 都是资本赚来的 因此叫资本公积 资本带来的积累 而经营赚来的钱呢 我们是先 齐取留存收益 叫盈余攻击 然后给股东分红 跑出去了 然后呢 剩余的部分 我们叫做未分配利润 对吧 就是这个关系 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确啊 这就叫所有者权益 所以不考虑后面几项的话 所有者权益包括什么 实收资本 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和未分配利润 好 了解了这些以后 这一个考点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我们看到这个考点的内容呢 不少 对吧 其实核心讲起来 我主要是帮大家解释的比较多 实际上说起来 就很简单几个东西 第一 哪些是静态要素 静态要素反映的是 财务状况 他俩一对 对吧 哪些是静态呢 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 第二 哪些是动态要素 动态要素反映的是 经营成果 哪些是动态呢 收入费用和利润 然后第二 了解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里面有什么 流动资产里面有货币资金 有可交易性的金 有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还有呢 像我们的应收账款 以及预付账款 而非流动资产呢 非流动资产主要是要掌握的 是不是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呢 然后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我们要掌握的是 应付账款 对吧 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 以及短期借款 而非流动负债呢 我们主要要掌握的是 应付债券 它虽然有应付 但是非流动 好 还要了解所有者权益的构成 所有者权益 股东投的钱 实收资本 资本赚的钱 资本公期 利润赚的钱 盈于公期 未分配利润 对吧 就是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这一部分就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看一下题目 它说 下列资产当中 属于流动资产的有 属于流动资产的 我们看看啊 A 预付款项 预付叫什么 我提钱给别人 是不是这钱还是我的 所以叫资产 而且呢 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都是流动 所以因为 因此它叫流动资产 第二 长期应收 长期 你一看长期两个字 属于非流动 那应收账款 是资产还是负债啊 显然属于资产 好 第三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又股权投资 所以非流动的资产 然后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 这个呢 一般来说 我们是属于 它是属于投资嘛 对吧 就是债权的 所以一般来说 也是非流动的资产 然后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们说了是股票 所以是流动的资产 因此题目呢 是流动资产 是不是A和E 这两项 好 再看资产评估增值 属于快交速的什么 评估增值谁在赚钱 是不是资本在赚钱 既然资本在赚钱 属于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叫什么 是不是叫所有者权益 资本攻击就叫所有者权益 好 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规则 应该列入流动负债的会计要素 应该列入流动负债的会计要素 各位想想既然是流动负债 那我们还是ABCD五个 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短期的借款 是不是短期所以是流动 借款所以是负债 对吧 应付债券 应付我应该给别人 所以我欠别人 所以是负债 而且呢 我们说只是债券 对吧 应付是属于流动 但是债券是不是属于非流动啊 是我们说的那个特例 所以一定看清楚了啊 应付应收预收预付 这本来是流动 只有一个特例 就是债券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属于什么呢 应收账款 显然是流动 然后呢 应收是不是别人欠我 所以属于资产 对吧 所以你不要背 你现场推一下也能推出来 应付工资 应付 是不是你要付给别人 而且呢 我们说应付只要不是债券 别的都叫流动 所以流动的负债 好 存货 存货是不是我们说的仓库里面的那些原材料 还有半成品成品 很容易搬走 所以流动 但是它属于我的 对吧 它是我在使用的资源 所以是属于资产 好 所以这个地方 问你应该列入流动负债的 是不是A 然后呢 D属于流动负债 B是非流动负债 C是流动资产 E是流动资产 对吗 对吗 这一天 是流动资产 不过 这一天 还是流动资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